我是一名文艺工作者 非常关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 对于文艺创作 包括我们的文化领域 还有文化场馆建设这几个主题 就像我们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所说的那样 我们要坚持文化自信 我们深圳它这个文化是非常的丰富的 应该说是非常多元化的 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文艺创作的一个素材 坚持文化自信还可以体现在 对于我们深圳本土文艺工作者 以及我们深圳的本土原创作品的 一个加大力度的扶持上 另外一点我想就是 我们深圳在加快推进这些专业的 重大的文化场馆的建造的同时 也一定要大力的关注 我们基层的文化场馆 文化设施的建设 让更多的基层群众参与到我们的文化活动当中来 我想对于我们整个城市的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是非常有助益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